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我国的本土个案 在今天新增的是17例 不过其中在高雄的部分 要来看到高雄有两条传播链还在烧 而且在高雄今天的确准是加9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在高雄新增8名本土个案 另外还加一位 就是10多岁的男童 从新北市进入高雄 而这两条传播链 其中还有5例是属于高雄港部群职延伸 里面的案18889是牙医诊所的人员 因为他跟确诊者接触而被传染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是跟确诊者是同栋公寓大楼对面的邻居 至于另外3例呢 都是跟郊西的传播链有关 高雄市区清洁人员全副武装 打街小巷全面消毒 因为疫情持续延烧 在除夕这天高雄又新增8名本土个案 8个里面有5个 是属于跟高岗有关的感染 3个是属于在匡列隔离期间发病 高雄港链其中有3人 原本就是密切接触者匡列对象 隔离7天裁检确诊 至于案18889是牙科诊所人员 案18775来看诊 拿下口罩接触因此感染 而案18904住在旗津 和确诊者是同栋公寓大楼对面邻居 公共空间重叠染疫 幼儿园到现在已经累积了 大概有7个确诊的个案 有同班的围多 不同班有一例 但是都是在同一个楼层 另外在大辽幼儿园 曾到郊西旅游的确诊男童 不止同班同学隔壁班同学相继染疫 其中一位6岁女童的父母也被传染 除了高雄港跟郊西两条传播链 还有一例是来自新北的确诊10多岁男童 回来高雄过年 26号以后有3天可传染期都在高雄活动 确诊者足迹遍布 迷克夏小港店还有全家和7000 公布的地点陆续完成清销 至于日前从高雄港延伸的台南确诊银行行员 目前匡列32人居家隔离 裁检结果出炉全部因性 尽管如此依然不能松懈 全力防堵疫情才能安行过年 据有高雄综合报道